- 那他那個使用的話 一個袋子要放幾件衣服了 還是怎麼樣 妳就看袋子的大小嘛 最好不要超過三分之一 真的啊 以前有人教我一個方法 是在洗衣袋裡面丟幾顆彈珠 可以啊 然後剩下那個 洗衣球 洗衣球是那一種 邏輯是一樣 就讓它在裡面有撞擊 摩擦 它的邏輯就是摩擦跟摔的力量 對啊 因為你看以前媽媽洗衣服在河邊 都要捶一捶對不對 就感覺只要洗得乾淨 它確實會比較乾淨 因為它是 它的邏輯是把髒的東西敲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要用洗衣袋 然後如果裡頭有放上洗衣球 然後也不要塞太滿 基本上它是可以洗得乾淨的 沒錯 鯨魚嗎 有 我想問有兩個問題 因為你看這一個禮拜都在下雨 那沒辦法在外面曬衣服 那如果不曬的話 又會有味道 那我這樣一兩天不洗衣服的話 那衣服會不會有長細菌 我都兩個禮拜才洗一支衣服 好久喔 我應該也才洗兩支 妳還沒出嫁 妳不要講那麼多 因為我們一家四口耶 很擔心妳 如果你去過 像我家沒有洗衣機 像我家也沒有烘衣機 然後有時候就是使人手洗 我家沒有洗衣機 所以都要拿去外面自助洗 然後所以我都會擠很多 大概兩個禮拜的分量一次去洗 這樣才省錢 這其實很正常啊 對啊 當然時間 我們不是說兩個禮拜很正常 我說大家在家裡不都這樣嗎 對啊 他不會每天洗衣服嗎 那到底要幾天 我覺得大概三天左右 三四天 但是問題是 這差別點來了 有兩種放衣服的地方 有一種人呢 他是放在洗衣欄 對不對 然後堆到一個程度 很三天的 然後拿去洗 另外一種 他是把衣服 直接髒衣服丟在洗衣機裡面 然後慢慢放 放到差不多三天 衣服多囉 然後就直接洗 不行 這樣不行啦 所以洗衣服多久要洗一次啊 來來 陳博士 沒錯 剛剛我們先講怎麼放衣服 一定要用洗衣欄 透氣的 就是有孔的嘛 對 有孔的 為什麼呢 因為放到洗衣機裡面 很多人是方便嘛 甚至這個 在準備一個洗衣欄 佔空間 所以就直接丟洗衣機 方便 其實不對的 為什麼 洗衣機它是一個 潮濕的地方 那潮濕呢 洗衣機通常又放在 比較溫 那個浴室啊 或者走廊啊 它比較溫熱潮濕 那容易長菌 所以我們的衣服 本身就有一些油漬啊 這油漬就是細菌的營養劑 那你把它丟到 溫熱潮濕 那所以說味道會更重 那個乳酸菌分解啦 甚至常常我們在 做實驗的時候發現 衣服上最多的菌 除了這些雜菌 乳酸菌之外 最多的就是 皮膚感染的 金黃色葡萄酒菌 金黃色葡萄酒菌 就是領口啦 袖口啦 甚至這個胸部 看起來沒有大人的 這個胸部的地方 以為說它沒有菌 其實是 噴下來 可能就長了 金黃色葡萄酒菌 他常講話也不行 對 噴下來了 甚至領帶 很多人都沒有送許 這領帶其實我們驗過了 領帶比衣服更髒 因為領帶這個地方 就容易講話啦 口水啦 是吃東西啦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在檢驗的時候 發現金黃色葡萄酒菌 還是滿多的 那你這樣講 那口水還算少量了 男生有時候喜歡 跑來跑去運動流汗 整件脫下來的時候 濕濕的 我們就直接丟到洗衣欄裡了 對 洗衣欄就可以 對 但是固定 最少一個禮拜一定要洗 那要怎麼洗衣服才是正確的咧 通常 你自己家裡都怎麼洗啊 真的也一個禮拜之間就會洗嗎 當然要分開 你有襪子也要分開襪子 因為我洗衣襪子最容易 因為襪子有腳皮 我們腳皮就是很多蛋白質 皮膚的主屬蛋白質嘛 那鞋子又是溫熱潮濕 所以襪子通常濕度比較高 那又有腳皮 所以襪子的細菌含量 通常比其他的衣服還多 所以襪子要分開洗 一般的人很少去洗洗衣機 那洗衣機最少一個月要清洗一次 洗衣機要洗喔 要洗 這月就要清一次 不是只要洗那個裡頭的那個 一個洗衣網嗎 它裡頭會就囤積那個棉絮啊 洗衣機也要洗啊 但是一個月要洗一次喔 我倒沒有這麼頻繁耶 真的嗎 陳老師真的要嗎 當然要 洗衣機一般我們有分塑缸跟缸面的 通常我們外面市售都是塑缸的 塑缸很容易滋展細菌 而且你家的洗衣機 你通常洗完之後 你門有沒有把他打開 要開還是關啊 要開 因為它要痛 它會有灰塵 也會飄進去啊 你菌重要還是灰塵重要 灰塵是會洗掉 菌是洗不掉 不過我們來看看之前這個新聞喔 其實真的洗衣機很髒喔 這個 這麼髒喔 是馬桶的生菌數的530倍喔 而且還要驗出大腸桿菌啊 黴菌啊 接觸的皮膚可能會發炎過敏 所以至少 這個專家是說 每三個月要清洗一次 陳博士的標準比較嚴格啦 每個月這樣子 每個月對不對 使用的頻率高 那當然它裡面遮殘疾的污垢啊 或者細菌數會機率比較高 通常現在市民說 我還有洗衣機的清潔劑 其實也不需要那麼麻煩 我都買那一種啊 而且它要先泡 泡完之後對不對 你洗完之後會發現那個水面上浮了黑黑的 白白的 綠綠的 就是髒的是不是 對啊 就很髒耶 對 其實一般的清潔劑跟那個差不多啦 因為最主要我們是把裡面的這個菌洗掉 還有那裡面的棉絮要清掉 對啊 因為棉絮沒清掉 就算你乾淨衣服下去的時候 它會再沾點棉絮 那棉絮也是過敏原 產生這個刺激 鼻翼呼吸道啊 這個刺激的過敏原 所以除了再把洗衣機 像最少三個月 如果大 頻率比較使用高的 那一個月清洗一次 用一般 起碼一般的清潔劑 洗衣機要使用空轉 清洗 清洗一次 一般的洗衣粉或是肥皂什麼的 對 下去嘛 讓這個洗衣機空轉 對 不要放任何衣服就叫空轉 那就把洗衣機洗乾淨嘛 它這個洗衣機裡面 它跟馬桶在比 它的那個菌是一樣的那種生菌是不是 對 通常在馬桶最多的是 那個大腸桿菌啦 但是我們洗衣機裡面最常見的 就是金黃色葡萄菌 還有黴菌 小黴菌 但是 那個會讓人怎麼樣 那個黴菌 酵母菌 皮膚比較容易過敏 那金黃色葡萄菌 嚴重一點讓小朋友的皮膚會潰爛 潰爛 它比較嚴重一點 如果它有傷口的話容易 就潰爛 對 如果傷口會抓破 因為小朋友容易去抓皮膚嘛 所以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那馬桶的菌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大腸桿菌 所以兩個 這個我們在統計的時候 是用腫生菌素 就不管它是任何的菌種 在每一平方公分裡面的寒菌素 反正這些菌都是壞東西就對了 來 向老師 廚房裡面還是滿多食材 是可以殺菌的 像我真的建議就是說 大家在洗洗衣機 這是有必要 而且真的是一個月要洗一次 你都怎麼洗咧 我們真的就是用熱水 然後呢就是因為現在其實洗衣機都是可以有熱水的 你就把它調到高溫 那它有的有分溫度 有的就是熱的溫的 那你就調到最熱的溫度 對 然後呢那個水也是到最滿水位 就是最大量的 然後時間也是洗最久的那個 然後你就這三點 然後你把醋放進去 那那個醋齁 你是從這個我們放洗衣精的部分 因為你從這邊放進去 你也知道 譬如你現在是最大量的 你就是放最大量的那個醋的量進去 然後我們在洗以前 我建議大家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你放洗衣精的那個凹槽 其實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你拿起來看裡面全部都是黑的 而且都是鎂 對 哎呦 真的很難 好這樣子之後你看完放回去 然後你按讓它空轉 也是不要放衣服 然後這樣子 就放醋就好了 醋 不用放清潔劑什麼的 什麼都不要 就是只有醋 白醋 然後呢你這樣子整個它的那個清潔效果就會很好 不然的話洗衣機裡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吸菌 可是那個洗完真的不會有那個醋酸的味道 其實真的不會 因為我們真的不會 最熱的水 最熱的水 而且是最大量的 因為而且你這樣子進去的時候 它是你每一個洗淨的過程 它都會放一點 然後放一點 到最後它還有清潔就是清洗 漂洗的過程 還有後續的過程 因為它的醋味已經蒸發掉了 把它帶走了 我們也是 既然有醋有熱水 需要放一點蔥花 對 有 酸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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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點豆腐的牙 先下水餃就好了 我補充一下 滾筒是最簡便的方式 因為它不容易清洗喔 所以最簡便的就是 剛剛我們不是有 藥用酒精藥房可以買到嗎 藥用酒精藥房買到的 那就四比一的比例 就四份的酒精 一份的水 混合了之後 用個噴瓶 去裡面噴一噴 噴一噴 也是一個方法 噴完之後 然後又需要再用水什麼沖 不需要 它就會揮發 就打開浪掉就可以了 也是一個蠻省食的方法 我們才真的知道說 原來洗衣服 除了清潔以外 洗衣機 而且你洗完之後 那個蓋子是要一直打開的狀態 打開的 保持乾燥 對不對 烘衣機咧 烘衣機有沒有什麼學問啊 其實烘衣機 之前的新聞也有提到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你在使用烘衣機的時候 因為你的衣服 很多人都會使用 會添加一些香味的洗衣劑 或是柔軟精 對 所以你在烘乾衣服的時候 就會散發出一些化合物 其中可能包括致癌物 以權還有本 沒想到又試看 就可以自製漂白水 天然的漂白水 我看您現在擺得好像很單純 對啊 一點都不像會變成漂白水的樣子 我今天特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 是因為 中藥藥 這邊一樣的 我們剛剛刻意滴了一些醬油在上面 對 你可以把醬油洗得很乾淨嗎 可以的 可以 不會吧 謝謝 謝謝 不過這我們真的也是一刀未見 醬油 真的沒有醬油 真的沒有醬油 那我一定要問一下 那像紅酒可以洗得掉嗎 我也要去試試